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它倒下之后三个小时 就像这样又断成两节 比较一下原本六层楼高的金帅饭店 泡在溪水里头仅仅三个小时 顶楼部分就被大水冲走非常可怕 事实上当饭店倒下之时 饭店就已经有裂缝 加上滚滚溪水的冲击 钢筋水泥也成了不堪一击 再比较一下 今年七月份的金帅饭店 和现在被冲毁的状态 真的可以感叹台风大水的无情 和大自然力量的可怕 中间新闻张旭刘家伟 台北综合报道 落水重创了台东 不过在这里有远景 因为救人被水冲走 又有人到今天为止下落不明 画面中你所看到 总统马英九今天视察了 灾情最严重的泰马里 有灾民当场下跪成情 拜托总统能不能救一救 他失踪的爸爸 那么只看到总统脸色沉重 总统说他能感同身手 马总统到台东了解灾情 民众哭着下跪成情 要总统帮忙找爸爸 总统要下跪成情 总统 如果有机会你已经要帮我 我会我会 我们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不晓得到底该谁在去栽 我们现在就是要帮你忙嘛 已经列入失踪人口了 现在正在原力的寻找当初好不好 天然障害在这边也好 也有很多类似的情况 我们政府都会帮忙的 我们总统的本来就可能了 已经全部都已经流光了 连命都没有了 我今天不知道我们家 我们要吃什么 被民众或者手边掉眼泪边沉情 马总统亲身感受受灾户的苦 当场允诺要帮忙找人 而且要全力救灾 我爸失踪了 我知道我知道 也很多人都已经没饭吃了 钱钱全部流光光了 大家都没有工作可以做了 不是只有我们家可怜 我知道 我心情我完全了解 爸爸失踪了 心情已经难过了 我父亲已经过世了 我非常了解这个感觉 放心 我可以机会 我们现在全力保证你们 不要难过 不要难过 我们会全力帮忙 亲自走到灾区 体会人民的感受 总统到台东 听见灾区人民的声音 希望能够闻生就苦 中文新闻常病绿桥 SNG小组 台东台北 采访报道 需要救援的包括了屏东三地门 这里不断有部落断水断电 还有包括了大事 还有德化两个部落 目前是道路中断跟外界失联 而村长看情况紧急 决定在天黑之前呢 撤离里面的100位村民 但是伤脑筋的问题来了 有些村民就是坚持不肯离去 让村民 让这个村长非常担心 村长急得要大家赶快撤离 因为屏东三地门的山路 塌陷的塌陷 断层的断层 文化园区还淹没在泥流当中 变成了孤岛 眼看走山 土石榴情况严重 拿来村长要大约100位村民 天黑前赶快离开 小朋友还不知道天灾的可怕 开心的接雨水洗澡 妈妈说要洗澡 说洗澡才能洗澡 加省水是不是 不用雨水洗澡 大人抱着小婴儿收拾东西 要逃命 达赖村也紧急撤村 但是还有固执的村民不肯走 当然是最好是能够全部撤离啊 可是有的地方他们认为还安全的话 我也没有办法 屏东三地门的部落断水断垫又断路 已经三四天 大社村德文村两个部落失去了联系 达赖村的村长也非常担心 因为土石榴已经造成附近的伊拉部落 11个人被活埋 害怕再造成灾害 村民只希望现队段能够保命最要紧 中文新闻简单书柯一清屏东报道 六点四自奔最新消息 针对这场八八水斋 行政院从今天下午五点钟开始 邀请了相关部会来召开紧急会议 那么讨论的议题很多 而刘兆玄院长希望在一个星期之内 进行撤离脱困还有补救等这个措施 相关的会议结论 行政院将在稍后七点钟 召开记者会进行更进步的说明 好 现在虽然台风远离了 但是降雨量惊人的屏东线 大雨从山上冲刷下来的漂流木 现在全部集中在岩浦渔港 海面上只见到布满了上千顿漂流物 数量惊人 而渔船被卡在其中 动弹不得 漂流木在海上跳泼浪舞 密密麻麻 放眼望去整个岩浦渔港 被漂流木淹没 绵延数公里 场面相当惊人 将近上千顿的漂流木 数量多到连小破坏都卡满了木头 在港内避风头的渔港 被卡得动弹不得 让渔民超级头痛 台风过后 平通沿浦渔港被这些洪水出刷下来的漂流木堵塞 堆积在渔港内 漂流木随着海浪不停撞击渔船 让渔民相当心疼 有了啦 这不是这些平行 红柴在桌子都很硬的 硬都会挡起来的 这困惹有很多 渔民表示这是沿浦渔港 从以前到现在漂流木范围最大最多的一次 一天不移除渔民就无法出海捕鱼 生计严重被胆戈 周星武章出好房子会 屏东报道 这场洪水让回家之路变得如此之漫长 在嘉义的梅山道路遭到土石中断 目前全部是这个全毁 在今天中午这名住在龙眼村的老先生 他骑着机车想要回到在山上的家 试了好几条路都不通 花了三个小时急得满身大汗 他还不是最惨的 也有另外一位居民花了六个小时 从山里终于逃了出来 也带回来重要讯息 他说里面有人生重病急需救援 落着风雨 老先生不停试着往山里前进 嘉义梅山被土石重创 好几个村落被掩埋 连外道路也统统中断 但老先生不放弃 花了三小时试了每一条路 希望能够自己找路回到家 整理家园 就是这个站车 很早其他的路 是不是可以先去 他也试过几条路 已经试过两条 都不能进去 都不能进去 段报都是像这样一样嘛 对啊对啊 都是整个都冲杂 而且这山里从那种划山那边 也不能进去 老先生住在龙眼村 担心家园毁在土石堆当中 他无法再等待 一定要回家看一眼 好了为了打通 通往梅山乡 几个部落的重要道路 像我们现在的位置 就是通往龙眼村的这个主要干道 但是呢 全部都被一整片的土石 全部给阻塞住 没有办法通行 道路不断抢修当中 有人心急如焚想进入山区 但也有人苦等不到救援 直接以徒步方式 花了六小时 从山区里走出来 从瑞里走出来 对啊 你刚走的这个时间 六个小时 目的大概就要出来 然后看外面的能不能进去到里面 因为最起码要先抢修的是这条道路 不是另外泰新那一条 因为泰新那个路基都断掉 徒步救援抵达受困地点 至少还要十小时 山里有居民生病等待救医 暗无天日的受困生活 已经进入第三天 每分每刻都是煎熬 这边许的雪花串阿公杨麦 嘉义报道 救人的原型自己也受困了 这是台南县市 因为这次的台风好雨 加上增稳水库泄洪 因此在这里呢 有多个县市大淹水 连警察局都自身难保 这个是国道四队的新市分队 积水达到了150多公分 在里面有20多位远警受困 滚滚浊水 大烟警局 十几层楼梯消失无踪 水深高达80公分 莫拉克发威 台南国道四队新市分队也遭殃 沙包堆满地 人民保姆卷起裤管 衣袖收拾残局 怎么当原罪啊 警局被水包围 九号水深一度高达了150公分 有20多位远警被困警局 一夜过后水位依旧 附近安定乡的卫生所也难逃水劫 夹具器材全泡汤 厚厚的泥泥黏在地上 满目疮疑台南安定乡的居民 淹到无奈 身家损失更是难以估算 那些都可以用吗 这个丢了啦 怎么用 这都算是 算是啊 台风重创台南 住家卫生所 警局通通逃不过 明天过后 重建更是漫漫长路 中林新闻赖关张立列方 台南综合报道 重建漫漫长路 雨还会不会在下呢 目前台风警报已经解除了 但是气象局表示 它所引进的这个西南气流 仍然会持续影响台湾 包括了特别要警戒的 苗栗以南的山区 像是高雄 嘉义 屏东等地区 都要严防好雨 而雨一直会继续下48小时